我去 无级别金刚弄木 这位老板 真的是一梦啊 一梦十年啊 这位老板呢 叫大奔雄先生啊 可能大家记着以前我玩法系的时候 那种暴力输出啊 你就给我炸 MC秒就赢啊 当时的法系呢 是没有 没有法商的啊 大家只需要带法报 凝视就够了 当时的人物也不带法报凝视 然后这个位老板呢 当时鉴定出了一个三法报 法商位呢 当时的三法报特别贵 因为当时的龙公主流五法报或六法报 没有女法目的实在 那个零食我应该是二三万五买 那时候我拿着那个老板当时给我出的这个零食呢 三千万战神啊 好像是没进 没进八强啊 只顾了十九强 然后时隔这么多年 应该是六七年了啊 六七年前出了一个二十多万的零食啊 这六七年以后再回归 鉴定了点军火 出了一个无级别加特技啊 这个特技金刚弄木呢 零九已经在用了 一七五偶尔用 但是零九应该是已经在用了 零九对于一些特技的开发 玩法的开发呢 低等级其实反而比较厉害啊 满天花雨从六十九到一百零九 最后普及到一七五啊 然后金刚弄木呢 一七五呢 偶尔会用啊 就是用高速把愤怒传给二速 二速军轻啊 达到出其不意义使用特技的效果啊 这个 估计别加特技好东西啊 上次的二十万啊 估计花了有挺久的啊 这次 这次能花的更久了 这次还能再花个时间